翻譯 馬道士伯 大家好 網路的同修員來問顧問說 他在練經 常常練到一半 這個妄想就跑出來了 都會想東想西 來問顧問說 如何棄妄念 這個問題問人很大 這是我們在修行很重要的課題 就只要在棄除妄念 所有的修行 不管是侯家 道家 都要讓你不要胡思亂想 如果我們對《易經八卦》有研究的話 就知道六十字卦當中有一個忌忌卦 忌忌卦說超緩路盛到彼岸了 修行修成了 忌忌卦上面是水卦 下面是火卦 那水卦是什麼 妄念沒有了 上半身我們的思想 像水一樣清靜的 平靜的 那我們就忌忌了 我們就修成功了 所以一個人能棄妄念 棄妄想 就是進入禪定 內不亂 外離向內不亂 所以我們任經最主要在修這個禪定 這個定的功夫 這整個修行的一個大的目的了 就是棄妄想 進入這個禪定 所以我們任經最主要的 要進入禪定的境界 就是要棄妄想 所以這個同學說 我任經練練要跑出妄想 那很正常的 因為你任經的功夫還不夠 還沒有練練練練練 練到進入禪定的境界 叫三昧的境界 所以你還繼續要不斷的在練 那練經可以讓我們定下來 氣妄想 也就是說你要一直練練練練 很專注的練 一心的練活 一心的練經 因為你已經投入在經教當中的那種境界 非常近 進入它的活的境界 練經就進入活的境界 那一種禪定 這是我們的目的 所以練經的目的就是要棄妄想 那你練了 妄想還在 就代表你的功夫還沒有到 所以你要專注的繼續練經 那平常呢 還經過很多的修練 你要附加的一個練習 像我們馬祖YDM呢 他會教你們打禪功 所以我們要運動 就換個馬祖的音樂 練佛號 練聖號的音樂 然後呢 練大明座 ウンマーニバミ座 就打什麼 清淨練佛 平常你就要練這種太極拳 那練氣功 讓頭腦清淨下來 讓頭腦清淨下來 融入在這個境界當中 禪定的境界當中 就身體在運動 對不對 可是心可以靜下來 要經過這樣的輔助的練習 就ウンマーニバミ座 可是我們打著一個道功禪功 然後心靜下來 每天練個40分鐘 練氣功 練道功 練禪功 練個40分鐘 禪功呢 就是一個禪定 那這時候你在晚上來練經 平常你有練習 那個心容易氣望練 來練經也比較容易能投進去 不會有妄想跑出來 你也可以盤坐 可以靜坐 不要練經 寫起靜坐 你可以站著 站功 站著 把手擺好 什麼都不要想就站在那邊 練習 萬念跑出來就不要再想 再抓回來 萬念跑出來就抓回來 你平常做很多的那種活動來練習 所以你要練經 就很快進入這種禪定的境界 所以很多的功夫 都要符字的去練習 這個就是我們修行 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禪定 念經也是追求禪定 念道功禪功到最後也是禪定 盤坐也是禪定 靜坐盤坐也是禪定 念活 阿彌陀佛也是禪定 都要各方的去練習 那就要很長久變成一種習慣 你的心外離向 內不亂 心會非常定 你才能氣齒的一個妄想 這個是好大的一個課題 當然也是我們必須踏出氣 一步一步從練經開始 你開始練經 所以要妄想 再練經 把妄想抓回來 再練 跑出去了 再抓回來 再練 跑出去了 再練 以往大概幾秒鐘 就跑到外面去了 可是我們慢慢練 念文中 妄念跑出來 要把它消除掉 這樣一般練習練到最後 然後一步經 四十分鐘 一個半小時 我們都投入沒有其他的妄念 投入在火的境界當中 念經就要投入到火的境界當中 一心不亂 一心念火 一心念經 這是很大的一個修煉 所以現在在念經 有妄想跑出來正常 你就把它抓回來 再繼續練吧 繼續的練習 不斷的練習 練習再練習 出出籃籃 禪定功夫做到了 你的妄想就不會怕 這個是要嫩人經 在教我們的要破五印 破五印 設想形式 那個形 就自然我們妄念 就一直跑出來 我們回去聯想 然後就跑出來 很多第八衣室的東西都跑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必須透過練經 打錢 練禪功 練道功 靜坐來學習 把心定下來 把妄想棄除掉 就是嫩人經在教育我們的 棄除妄想 棄除妄想 這個智慧才會跑出來 有定了才有慧 以上呢 是顧問的分享 要棄除妄想 要多多練經 繼續在內 繼續的修行 你也可以透過福治 打打禪功 打打大功 打打太極前 練習把心定下來 可以練習靜坐 可以有很多的活動 可以不斷的去嘗試 每個人的根器不同 有些活動很適合我們 再轉回來 我們的念經 我們的心 妄想 就能不出來 比較快的修行 以上是個人的經驗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煩吃吃杯